那法务部拍摄的影片是在2月19号 现在引发质疑了 那是不是法务部知道监委已经拍完了影片 所以随后马上也就跟着拍另外一段影片 而且还做选择性的公开 陈前总统在运动的画面 因为现在有专业医师看到了法务部的影片就说了 陈前总统罹患帕金森氏症 症状是禁止的时候才会抖得很厉害 如果你在运动的话就不会抖得那么明显 也只要把握部公布这段影片 需要来刻意扭曲陈前总统的病症 尤其影片当中呢 陈水扁散布脚是外巴还歪斜的 这些通通都是病症 也要求法务部干脆公布24小时内的影片 才可以让外界幸福 尤其陆来看来十分平稳 也不用人搀扶 法务部公布陈前总统散布画面 要证明手脚没有抖 这跟先前监察院画面差很大 监察院拍摄的时间是在2月17号 法务部是在2月19号 两天内真有可能差这么大吗 专业医师直言 法务部的影片有问题 他右手右脚比较没有运气 所以右脚稍微会脱 身体会向右边前 所以他就会脱 他就会脱 他就会脱 原来仔细看 保护部拍下的画面 曾经总统手脚没抖 但走路 微微向右倾斜 代表右脚没力 脚外巴 膝盖为弯弯 其实这就是帕金森氏症候群 一般帕金森氏病的手抖 是会除细性的 但是帕金森氏症候群 他的手抖并不是除细的 华路的专家去当医师 去看当然医师正常人 什么是帕金森氏症候群 他是种动作障碍症状 可以靠用药来改善 法务部影片 有没有可能是在给 陈前总统吃下药后拍下 法务部 得对外说清楚 而且帕金森氏症候群患者 手脚抖动 实在在禁止时 特别厉害 法务部去选择公开 运动的画面 引发外界质疑 同一个人 具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画面 法务部影片 真正的证明 陈前总统是身体健康吗 影片的画面只怕难遭公信 森林秀华 黄宝同秀好 台北报道 好